今天请来安宏投资总监 兼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 黑石副教授杨书健Vector在这里 HelloVector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来到6月第一个星期 这一集的息赞一起回估一下 5月份我们本港这边的高息股排名 希望表现好的做得帅哥 看到当中表现最好的是农园 看到整个农园电力那一下 累积升幅33% 股息率是3.200左右 排第二位的同样都是电力股 人跌累计升幅挨近一成半 看到它的股息率是特别高的 因为看到彭博在展示前四季的股息率 或者可能因为它去年派了特别息 所以抽高了 看到它的月7股息率大约是5厘4左右 数下去有中信股份 中国银行和港交所在 先和Vector跟进一下 见两只电力股都上榜的 见外围上个月表现最好的 同样都是不少的电力股 大家都在说究竟炒AI 用的时候会不会用多了电呢 而加上我们中资电力股这边 有多个就是山东的座谈会 大家之后都挺憧憬 就是整个市场的改革 本身它都有些公用股 稳定牌息的特性 但它就比较和经济上 比较息息相关的 而它的股息率中游位置左右 4到5厘附近 如果真的因为望着 AI需求多了的话 用电多了的话 这类的高息前景是否可以继续看好呢 你本身有怎样看电力股呢 Vector 你如果说AI用电的确实是用很多的 就是外面 Amazon它都是要整间电厂买起 然后就撥了一成的电给自己的数据中心来做AI 所以那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是纯粹炒作那样东西 倒不如就去买那些生产电力设备相关的 那些真的讲生产电线 生产火牛那些大型火牛那些公司就更好 那公用股的电力股的话 一向你都是当它公用股体 那都是为求它那个特别的派 就是那个稳定的派息 那这两个当然因为有个政策消息 那就炒了上去 但是其实现在我见到很多客人 尤其是一讲到电力股这些公用股 他们的心态都是会用ETF做 全球去看 那你就分散了个投资 那都是收了4-5厘息的话 那你就当然全球周围的电厂 你都收到是好那单一个地方 好啊 我们现在不如跟进一下 相反地表现最差的一些 相对上的高息股份有哪一些 见到最差的见到百贵亚太在 累计跌幅8% 排第二位的长实集团 墨跌幅都挨近8% 另外就有周大福 农行和祥和在这里 见到做得差的那些 反而见消费相关股多了 例如百贵亚太 周大福等等 我们香港这边 最新的零售数据仍然都是弱的 照你看其实见到底尾 而我们整个零售市道 究竟何时才见到曙光 其实本港的零售市道 差亦都不是那么差的 这次我觉得主要是说周大福 它也是一个回调 你详实那些的话就是之前 港股尤其是因为本地的港股 始终和外面的利息是挂钩的 所以之前炒作了向上的利息 即利息冲净它减息的时候 就会炒上了一转 这一两个月最大的变化 当然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外围减息 也减得不那么快 上个星期我们也说过 就算英国 本来所有经济数据都说 它应该6月20日要减息 但是它突然间大选的话 因为按惯例它都要原地踏步 原地待命 所以英文银行年6月20日 都未必会减息 所以现在真的大的经济体 接下来应该会减息的 就只剩下欧盟一角 那美国都可能6月不减 那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长实 又好长实的话 它是一种地产股的话 自然就回调一些 也是顺畅的 也是合理的 Vector 见到另一个位置 比较意外就是 在最差的榜这里 见到有只耐人在 农行排第四位 回了4%下来 为什么它特别差呢 因为其实看它的股息率 都有7厘4左右 刚才我们看最好的榜的时候 不少的一些中资股 不少的一些金融股 其实都在好那边 例如建中信中行都有上榜 为什么农行做得特别差呢 我想这个都是短期的 是的 可能是短期因素影响着 好了 之后今天就特别拿着 白威亚泰出来说说 因为比较少见它上榜 上榜原因 就是因为股价真是跌了很多 都因为刚刚出了业职 见其实它都派多了息 每期息多了成三成九 派就是5.29美元 但其实盈利是要跌的 跌6% 去到8亿5美元 为什么呢 这份业势没有之前那么英俊 但是派息反而阔老了 应该怎样看呢 夏菲特 是的 其实它都很根据现代的管理心态去做 你看到其实它是2019年 才从母公司拆出来 那母公司就是在荷兰上市的 那它2019年拆出来之后 你看看它这么多年的派息 其实年年都一直上升 那中间2020年 它是疫情当中 你看到它要派高了那个派息率 而才做到股息有增长 那去年它就再一次 就是把那个派息率调到很高 调到八成 就是说它每赚一元回来 到年底继续赚一元回来 它就把八毫子派回来做息 所以就造就了它高 那以前它不是在我们高息榜那里 因为它上市的时候 它是30元的派出来的话 只有两毫多只美金 除回来只有2% 那在我们的榜不算数了 我们就三厘才算 那就是因为它 一方面它真的跌了 它的股价 另一方面就是它去年 是又加了三成多的股息 所以就突然上了榜 那但是它肯年年加息 这一刻你都记得 一路我们之前说了几次 有些股息贵族的概念 就是什么为止股息贵族 就是什么经济状况都好 它可以连续二十几年 不停加息的那些就是了 那当然它没有那么长历史 那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不是 但是它都有这个信心去做 那至于突然间加息那一刻 当然市场最大的想法就是 若果因为公司 子公司你收到 你赚到钱之后 你应该是先固定了自己 需不需要再投资 再更新设备那些 剩下的钱了 才派上去给母公司 尤其是因为它是这样子母公司的结构 有成几的钱的股票在街外面 它每一次这样上缴它的盈利 给母公司的话 其实都是有成几的 是回到我们普通股民那里的 所以就担心它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决定可能不那么容易再投资呢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那些人看到就算在管理层 那个季那个年业绩那个发布会 都有问管理层 那你是否打算不投资呢 那管理层就说不是的 只不过今年它是打算派多些上去 但是看着它的股价 上市价27元的 今天下午收市的时候10元左右 其实潜了差不多六成在那 但是这次就派回多个息 但是之前已经除了成了 不知道未来的政策会不会有改变 但是你觉得够不够吸引力 现在好不懂不懂要留底 现在其实它虽然它是亚太区 它接了是Badweiser 发挥大部分的亚太业务 但是其实它主要都是中国韩国和印度市场 今天都有图 中国就用意必大力 中国占八成 韩国占一成九 印度就比较新一些 这里只有1% 应该将来会增长多一些 但是我想市场最大的看法 就是因为中国的啤酒市场的增长是放缓了 就是因为经济慢慢成熟了 所以如果按容量来算 买到多少枝啤酒的数据呢 其实这几年就不是增长得太多 但是呢 它就在这儿升级 就是由以前喝便宜点的啤酒 现在慢慢就会喝多一些高级 超高级 到最高级有些叫做精壤的 那八威它那个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有一只八威的品牌 它没有公司都是很努力地周围去买 那八威本来都是美国牌子来的 就被这家荷兰公司买起了 那所以它旗下就几十个品牌 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些 尤其是放在中国的市场 就是高级 超高级 精壤的 那所以呢 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随着这个中国的啤酒市场 可能整件事 整个容量来算不是增长多少 但是每年那些人慢慢喝越来越高级的啤酒 那它都见到增长 那我们看到有些大行的报告 都说到就是 其实走得很快 2017年都是只有12%的人喝高级啤酒 到现在是21% 那所以变成了 其实你买它你就是在看这件事 好啊 不过始终都是这样看 暂时来说整版啤酒股 例如是润啤、清啤、百威、亚太都好 今年的股价都是要刨输的 那我们再看看 究竟何时才是合适报处他们的时机 今天谢谢Fiktor 陀地做了这么详细分析 昔日到这里 好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还有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